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优秀移民 我是李生 我专门和你们讲关于移民最优秀的国家 今天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英国的5加1移民政策 究竟是值不值得你移民去英国 还有第二点就是讲关于G7国家 即是发达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的倒退 好了 讲回第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移民去英国 移民去一个国家你一定会关心钱的问题 我就在网上搜集资料关于英国的平均消费和收入 这些数字全部都是银行或者是政府的数据 第一个数据就是关于英国的消费 按照一间银行的统计 在英国每一个月一家四口的消费是3803磅 如果你把这个数字乘12就等于45636英镑 按照英国政府的数据来说 英国平均的收入是30420英镑一年 你可以把这个数字乘2 因为可能大部分家庭是两个成年人工作 你乘2就等于60840英镑一年 这个60千就不包括交税的 如果你交税 相信这个数字就和你的消费是差不多的 所以就没什么钱赚的 我个人就认为很多香港的朋友 就是想移民去英国或者移民去外国 是因为他们担心香港的未来 他觉得未来会有灾难 如果你觉得未来是有灾难的话 其实你可以选择去买 第二个国家的护照 比如葡萄牙 葡萄牙就有一个方案的 只要你是投资50万欧元 去买当地的房地产 在五年之后 他就会给你一本护照 而且你每一年是无需住在葡萄牙的 你只需要每一年去葡萄牙住大概10天 这样就可以了 葡萄牙另外就有第二个方案 就是如果你投资35万 买一个超过30年 柳宁的房地产 他也可以五年后 给你一本护照 我觉得如果你是投资去买一本护照 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是不需要和家人分离 你同时也有一个保障在这里 其实我觉得移民去一个国家 始终都离不开经济问题 我也有很多数据证明在过去几十年 G7国家 就是全球最发达的国家 就是渐渐失去了经济的实力 Price Waterhouse Coopers 是全球四大的会计行 会计公司之一 这些数据就是来自这间公司的 我们看看 他们就说 在最左手边 2016年按照PPP的计算 就是说按照经济购买的能力去计算的话 在2016年中国是排名第一的 印度是排名第三的 排第七位是巴西 排第八位是印尼 他们也是做了一个预测的 我知道预测有时的东西就不是那么准确 但是由于这些数据是来自一个这么大的 会计公司 我觉得他们的预测都有点可靠的 他们就认为在2050年 排第一位是中国 排第二位是印度 排第四位是印尼 排第五位是巴西 排第七位是墨西哥 在最右手边 他们就说 越南在2050年 都会在20名以来的 我有一集我已经提到有很多香港人 其实就是顺拜英文国家的 其实同时来说 有些香港人可能会对中国有些反感的 但是也不要紧要 因为世界上不是只有 亚洲不是只有中国一个国家 亚洲还有印尼和越南 这两个国家的经济也在上升 其实如果你是有胆量的话 如果你考虑巴西、墨西哥、土耳其 这几个国家 我觉得如果你考虑这几个国家的话 你是移民去这几个国家 你是不需要付出任何的投资的 你是只需要申请去他们的国家居住 那就行了 而且经济未来是比较好一点的 好了 另外一方面我想说就是 亦都是说回Price Waterhouse Coopers的预测 刚才我就忘记跟你说了 G7是什么国家呢 G7就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和意大利 什么叫做E7呢 E7是中国、印度、印尼、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和土耳其的 他们就说在1995年 E7的经济是G7的一半 在2015年 E7的经济就等于G7的经济 他们就预测了 在2040年E7的经济就是G7的双倍 所以我就认为 我个人就认为就是这样 刚才我刚才所说的 如果你是决定移民去英国的话 经济上不是那么理性 因为你去到英国 你的收入和你的支出是差不多的 而且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面 全球最大的经济都是在亚洲 那我不要说中国了 因为很多人不是那么喜欢中国 但不要紧要 最大的经济也都包括 印度 印尼 越南 土耳其也都算是亚洲一部分 如果你是有心去学西班牙文的话 那你也可以考虑墨西哥的 是的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我以前我父母在60年前移民去英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 当时来说的确实是一个英文国家的世界 但是 在由这一刻开始 是由2021年开始 我觉得英文国家会是失去了他们的经济实力 所以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些非英文国家的 如果你只是想要本护照的话 我觉得很多国家 很多欧洲国家都是提供护照的 投资移民的 我刚才提到就是葡萄牙 但是我相信如果在未来来说 欧洲的经济是不理想的话 我相信会有更多欧洲国家 是提供投资移民的 所以我觉得香港的朋友就 无需去急 无需去担心未来 因为你只需要是有钱 只要你有钱的话 你也可以买到护照的 好了 这一部分说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有任何的意见的话 请你在下面留言给我 好 好